全部都坐大 太兴奋了 快点出了影片 和大家一起兴奋一下 他终于解封了 出发 剪手大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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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了出发了 艰苦的奇妙旅程 最后一天 今天才是最后一天 我现在是拆手带 有些艰苦 正式在香港逗留的 大约都是六个星期 五至六个星期 但我隔离的就是隔离了五个星期 隔离的时间和逗留的时间一样 现在还有啊 这里是派饭 派饭 兜错路 有个庙 走错路 走来增江新村 所以我拍到这里 这些公共屋邨呢 就像以前的石劍尾 香港的公共屋邨的设计 走出门口浪衫 对啊 香港的公共屋邨 很多地方都参考它的 因为很早期 好像在世界上 很早有公共屋邨的地方 香港是 黑风洞 你看这里很多 黑风洞 其实我想说 我来两年 我没去过黑风洞 是吗 遲些和你去 我女儿都没去过 但是这里分别 就是和香港分别 你看看多大的地方 屋与屋之间 那个地方很多 生了草 有了地 不知道单位是多大的 对啊 我听他们说 这里的公屋 起码都接近600尺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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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台 这只可能小一点 我觉得 但是好像挺大的 看这个样子 那么多地 今天很多人排队 10点半开始 但是现在10点50分 刚才进去 可能迟了开门 进来这个运动场 这里呢 又是排队 旁边是做检测的 我们这边呢 就剪带 搞定了 搞定了 有啊 很大拍摄啊 真是撑你不住啊 真是忍不住啊 真是忍不住啊 瞎你的照片 你说要去那个 衛生署那里做啊 哦 就是刚才我闲窗了那里 是啊 现在去不去吗 当然去啦 弄完啦 好啦 你手提那个做不到啊 做不到啊 做不到啊 按不到啊 为什么啊 不知道啊 好啊 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剪完手带 下一样呢 就是 去update 那个针子的 因为我香港打了两针 那就要在马来西亚 那里放回到APP 那里 因为马来西亚这边很严的 但是呢 去大部分的地方 都要打了两针 才可以进的了 现在 其实都要check的 是啊 例如糖食啊 例如入商场都要 是吧 所以呢 方便点 放回到APP 那里 但是因为刚刚 早前呢 这里是转了的 早几天转了 本来就要来这个 卫生局这里 update 一针子 但是因为早几天转了 要用APP 但是呢 我的APP 又做不到啊 那一针子是按不到的 搞搞搞很久 那都照来问一下 但是最后 他们这里都搞不到了 因为一定要用APP 所以 没有啦 一路的程序一路变的 所以大家看了我这条片 或者之前那条片 关于这些疫情啊 要做些什么啊 出境入境要做些什么啊 那真的参考一下 参考一下 大家一定要看回你 当时的那一刻 那一日 是有些什么程序 的改变的啊 那大家留意留意 现在三眼了 DJ哥 现在回来马来西亚 过正常的活动第一天 好了 今天呢 我又想拍一下声音导航片 声音导航呢 是新的尝试嘛 大家一路开车一路听 听我发疯 不用怪望着我 但是呢 看到一些观众留言啊 又想看到我的样子会好一点啊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的 我把样子放出来 但是呢 如果有些朋友 没有时间看啊 没有时间看啊 你的样子那么坏啊 那就不看那样就可以了 只听就可以了 声音导航 声音导航 对啊 反转个电话就可以了 反转个电话就可以了 反转个电话 就是只听的时候 就是声音导航 你又骗人啊 你打开电视听歌 有没有试过呢 试过的嘛 是吧 你打开电视听人说话 接着又不看的 就是经常都会发生的啦 所以声音导航 又要做少许改革了 那说完就说了 今天我们说什么呢 聊什么呢 好笑的 昨天看到观众留言 笑眉眉的 和DJ说 啊 DJ哥 我发现呢 你的画面画到这样的 那个画面画 是正常的 那个画面 是啊 那呢 就是做了些面画 这些嘛 很多正常的 看影片是这样的 那观众就说 啊DJ哥 我发现你一样东西 你呢 那些 画面 和你的脑 和你说的东西 好像不太对称的喔 那些配对都错了 那我去想想想想 是啊 我经常都是这样的喔 像刚才开车 DJ塔在开车 哦 前面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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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co那里 那里 就对了 啊 接着去到DJ塔 那里 那里是EON 哈哈 其实呢 我说真的 不是很用脑的 这个 在这个 人生这个阶段 之前用脑 用得太辛苦了 真的 用得太多脑 所以我想减少一点 用脑 让脑子留下来享受一下 脑子很辛苦 对不起 是啊 24小时都用脑 有时晚上我都发开 我都讲话 对不对 真的24小时都用脑 所以 所以想控制 用少一点脑 超市 超市 你会联想到Tesco EON 我们去得少一点 Tesco去得多一点 你联想到 以前的脑子 在超市那里 转了 那便up Tesco 很自动自觉的 正常 所以 不用担心的 Tesco 没问题的 还没去到老人痴害症 这个景象的 老人痴害症改名的了 现在没有人叫老人痴害症 在香港 认知障碍吗 哎呀你直接是 认知障碍症 是啊 如果用认知障碍症 你直接就是 是啊 看见前面那个人 戴过头归死亡 七字 我又说是八字 類似这样 总之就是这样 不是的 很自然的 老人家有认知障碍症 真的是很自然的事 是啊 虽然不是老人家都有 但是老人家有 是很正常的 所以你不需要避开不谈的 喂 有些老人家扮演 而已 说一说 你家 不要说你家 哈哈 有些老人家扮演 很聪明的 有些事我刚刚听的 我就听到 我刚刚听的 我就听不到 你想说 我没有指名到 你不要说 你说就不关事 阿公很聪明的 喂 喂 你叫阿公 请吃饭 然后 什么 听不到 然后 阿公 买了个新电脑给你 然后他就很开心 耶 阿公也不知道 多乐意请你吃饭 当然了 开玩笑 但是 到了这一年多 就可以有这个能力 去做这件事 我也是这样的 你都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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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大资格 所以不合听那些 就听不到 合听那些 开心那些 就听到 人生就是这样的 好像年轻的时候 不断乱乱撞 这些就是人生的历力 哦 你有那个历练 有月历 当然了 所以你就可以做这件事 对啊 这段影片谈得这么开心 都是放一些脊椅 好似的 好 那现在我们去吃饭了 他终于都 解封了 爽了 爽了 爽了出来的 第一天去吃饭了 我先洗手带 举两只手来 但是我想说 这个人性 为什么他有认知障碍症 开始卖入某年龄 今天明知要出来 剪手带 又说去更新 应该开车 但是他有车牌 赚手带 什么都不带出去 然后还要说 你不提醒我 我这么久没出过街 你说 对啊 是否老人家才可以这么野蛮呢 那我 说真的 有三个月 两个多月 十个星期 十个星期 不用带抗户 不用带马来西亚用的车牌 出街 他就习惯了 然后我运了这么久 带什么东西 袋都没拿 是不是 人就是这样 真的习惯了那种东西 就不用想到駕駛 习惯了走路 经常都走路 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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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明明 不是去那里 你习惯了那里 又走了那里 走错了也有的 是不是 好了 我们去吃饭了 哎 开心啊开心啊 各世界呢 恢复正常的 各位 拍位都没有了 以前拍在旁边 现在拍到远远了 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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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才开心 现在说话就是这样 热闹点是有路人街 今天呢 第一餐 全部都坐大 没去全法 没去华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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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要凉冷气 对啊 要凉冷气 很久都出过街 好传 那里 那呢 全法华人街 那些经常都去的 妈都经常去的 当然来这里弹冷气 今天呢 今天呢 好 好了 出拆第一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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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吃个 椒盐猪扒饭 哇 七味猪扒 七味猪扒 哦 对的了 口不对心 是啊 哈哈 嗯 DJ太呢 就吃这个 烏鲁肉饭 哇 很漂亮啊 挺正啊 哎 这边的样子又漂亮 那些饭又沾了一些芝麻 煮到它更漂亮 有点菜 有点瓜 有点蕃茄 我明明没有吃饭了几天的了 好了好了 回家了回家了 吃饱饭了 快点回家了 在后面 太兴奋了 太兴奋了 所以呢 快点 出了影片 和大家一起兴奋一下 记得订阅分享 赞好按钟仔 不要忘记了 拜拜 嗯 嗯